另外是苏澳镇的政辉争选活动 总共有389件作品参赛 经过专家的出审后 选出8件进入决赛 而公所也将在5月10号举办决赛 选出新的苏澳镇政辉 苏澳政辉争选活动 共有389件作品参赛 公所也在4月18日邀请专家进行出审 选出8件作品进入下一阶段的评选 决赛将在5月10日主行 分为专家评审和证明投票等两个部分 评选结果第一名 除了可以获得5万元的奖金之外 也将成为新的政辉 结果我们选出8件 然后到5月10号的时候 进行第二阶段的评选 第二阶段评选就是委员部分占80% 证明的票选降8分之几兆的 要选出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三名 第一名我们给他5万块的奖金 第二名三万块 第三名一万块 同时第一名那个就当作未来的苏澳镇的政辉 公所也会将新政辉做成大型地标 并且在今年苏澳冷前文化季的时候 邀请日本石渊岛的朋友 来为地标进行揭幕 未来我们跟日本石渊寺 接姐妹寺的时候 我们要做特别把那个正规 做一做正规 放在苏澳镇公所的大门里面 大厅里面当作一个这个正电子宝 恭喜 也很多这个工作 未来的这个工作制服也好 很多奖状也好 我们都要采用新的这个正规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